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代人手机不离声 但不小心遗失手机的人其实也很多 像在台中南屯区的警方 光是今年就已经接获了238件实货手机的报案 换算下来几乎是天天都有人捡到手机 警方表示可能是因为他们南屯区这边 很多的宫庙、市场还有老街 人少很多 加上很多民众都习惯把手机放在裤子口袋 或者是机车前方的置物箱内 骑车运上入屋屏或者窟窿 一震手机就很容易掉 一男一女走进派出所 男的手上还拿着一只手机 说是他在路上捡到的 但才报完案两分钟 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走了进来 男子见到手机是而复得 开心的不断高喊感谢主 但钓手机的不止这名男子 根据警方统计 台中市南屯区光是今年已经受理了238件的 食货手机报案 等于平均每天都有人在钓手机 那目前已经发缓206只 那我们有分析过原因就是说 我们南屯区有万和宫 有文昌宫庙 有丰乐公园 还有武器盛园公园 在不经意不小心的时候 那手机就会不小心遗失 警方表示很有可能是因为南屯区景点多 有公庙 市场 公园 老街等 人潮众多加上民众的习惯 有的人会将手机放在裤子口袋内 或者是骑车时放在机车前面的置物箱 只要遇上路面颠簸 手机就会不见 除了不慎遗失 也有很多人是不小心忘记 因此警方也提醒 记得要将手机收纳保管好 如果民众有捡到手机 也记得要拿到警局报案 切勿站为己有 以免触发 接下来我红杰明台中报道 燃专场